那您能帮开示一下弟子找什么样的工作合适吗 因为弟子原先是打电话做电话销售的 这个工作还可以在同事吗师傅 电话销售你说好了 不太好 师傅能建议弟子找什么样的工作吗师傅 老老实实可以念经的工作 包装工也好啊 或者你就可以去帮人家做一些 这个正规公司里面的去销售啊 都可以要正规公司的 可以师傅那就是商场销售也可以是吧 可以啊不要去骗人家 能做就做 能销售就销售 不销售多找几家就可以了 不要去骗人家拉人家 这个以后都会成为自己的一个业障了 我知道了师傅 老老师傅做的开始 那一个师傅弟子 这一段时间一说要去找工作就心烦 那不得了 而且还想呼 你如果现在有点钱能活下来 那么你就好好念经 过一段时间再说 师傅那弟子节目去找工作比较好 你如果穷得来不得了嘛 你马上去找 如果你还能够有一点福报 家里还有点钱 还能让你自己 在家里好好念经很开心 那就念经开心了 你大不了就不是跟尼姑一样啊 尼姑不也就在庙里不去念经吗 他们也不要吃好的 也不要穿好的 节约一点 身体好 那你就不要花钱了嘛 对不对 嗯 是的 是的 好了 你不don取得到我 别碰到我